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世卫警告疫苗囤积将延长疫情 美国证实对污导弹援助 新西兰政府拟调高合法购烟年龄 阿伯特斯福尔农场饲料短缺 蒙特利尔高中生在校园内刺伤老师 邱泽徐伟宁宣布结婚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2月10日星期五 我是今天的播报员Jenn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世卫警告疫苗囤积将延长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2月9日表示 由于Omicron的突然出现 大量的发达国家选择继续大量囤积疫苗 可能会再次使全球供应紧张 从而使遏止疫情的努力复杂化 世卫组织高级疫苗主管也警告说 如果各国决定抱着疫苗不放 而不是与世卫合作进行公平分配计划 那么新冠大流行很有可能永远存在 因为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一直在等待疫苗 可是发达国家却不愿及时分享疫苗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 这使得变种分布也将遍布世界各地 如果疫苗分配出现大面积延误 那么新的变种病毒很有可能再度席卷全球 从目前看来 Omicron已经突破了绝大多数国家的防线 但有研究人士指出 目前非洲大陆约12亿人口中 只有约8%的人打过疫苗 这给予了Omicron变种发育的机会 如果疫苗可以及时分配 或许Omicron就不会存在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证实对污导弹援助 据俄罗斯卫星社当地时间10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已经证实 美国在10月份向乌克兰交付了30套 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以及配套的180枚导弹 如果按照国际试价股算 这笔援助案金额将接近6000万美元 标枪导弹的交付也再度引发俄军的紧张情绪 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拥有着强大的装甲及坦克部队 乌克兰认为只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导弹 才能限制俄军的进攻步伐 而标枪导弹正是反装甲器材中名列前茅的产品 早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就曾向乌克兰提供了约50套标兵导弹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 这些武器属于乌克兰的武装力量 我们希望乌克兰能够负责任的使用并且用于自卫 但是我们不会限制乌克兰自己的部署和配发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将在本周再度向乌克兰提供一批人在保密的先进设备 新西兰政府拟调高合法构烟年龄 新西兰政府为减少西岩人口 周四宣布了一项新法案 计划2027年起将合法购买香烟的年龄逐渐调高 长远达至国民终身不能买到香烟 创造无烟世代 新西兰当地吸烟人口正按年下减 目前15岁以上的人士只有11.6%有吸烟习惯 但原住民毛利人中则有29%的成年人会吸烟 政府计划将在2024年起分阶段实施 首先会大幅减少合法卖烟的商户 随后减少出售香烟的尼古丁含量 到2027年起将禁止向14岁以下的人出售香烟 并逐年上调禁售年龄 政府预计新政策可让吸烟人口在10年内减半 新西兰卫生部助理部长表示 当局希望确保年轻人永远不会开始吸烟 并会将对年轻群体销售及供应烟草制品纳为违法行为 下面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Ibertsford农场饲料短缺 12月10日上午 加拿大联邦农业部长与BC省农业部长 一起拜访Ibertsford一个受洪水影响的家禽农场 截至今日 BC省在此次洪灾中损失了数十万质的家禽 以及一百余个风箱 除了家禽之外 大面积的农田也被淹没 导致作物损失严重 可能需要数年才会恢复 骨仓、粮仓、拖拉机和其他昂贵的设备也被毁 农业工作者在过去一年间受疫情和极端气候影响 收入骤减 生活十分艰难 而洪灾以来 牲畜的饲料价格涨幅巨大 对于生活已经不易的农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此次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派代表前往探视受灾农场 更是希望能够以行动展示政府会积极协助受灾农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蒙特利尔高中生在校园内刺商老师 12月9日上午 蒙特利尔市内的一所中学发生了学生持刀攻击老师的事件 犯案学生在案发不久后在学校附近的地点被逮捕 据了解该学生是在课堂途中走进教室 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刺伤了教学中的老师 募集学生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嫌犯在作案后 还将人在滴血的水果刀拿在手上炫耀 甚至走到走廊上展示 确定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他的成果后才得意洋洋的离去 被攻击的老师即刻报警 并通知了学校的行政处 让所有学生及教职人待在室内并将门锁上 避免再次发生攻击事件 蒙特利尔警局也迅速派遣特警部队到场 不过幸好没有其他人伤亡 嫌疑人也并未抵抗 校方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谈到 该学生在校期间确实面临一些纪律问题 不过情节都不严重 受伤的老师平时和学生关系也不错 没能预防这种情况 他们感到十分抱歉 最后为您播报娱乐新闻 邱泽、徐伟宁宣布结婚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 台湾艺人邱泽和徐伟宁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婚讯 据台媒报道 两人是因2020年拍摄卖座电影 当男人恋爱时结缘 今年初上映后的电影发布会中 也被人发现互动亲密 并不单纯只是合作伙伴的感觉 6月更是被眼尖的网友 发现徐伟宁在Instagram上分享的照片 窗外景色和邱泽家中一样 不过面对传闻 两人都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任由媒体猜测 昨天发布婚讯后 得到的大多是祝福的声音 不过由于两人出道多年 有多次公开恋爱的经验 邱泽的其中一任前女友 更是徐伟宁的好姐妹杨成林 当时结束的并不愉快 更是有传闻杨成林拒绝和邱泽同台 长达12年 面对邱泽和徐伟宁的婚讯 杨成林的反应也引来不少网友的猜测 不过昨天杨成林已经通过媒体表示 自己对好姐妹只有祝福 她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希望大家不要太关注已经过去的事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下周见